嘩,奧運村有沒有人搞事? 有啦 當然有人亂搞啦 不是怎樣? 我一個都不放過 What happened in the 奧運村? Stay in the 奧運村 根據這個都一國的運動員有說 在裡面大概有70%的選手都會搞事 大家奧運就進行中了 直到拍片的今天 張家旺就拿了男子花劍的金牌 Mia Hong Kong 為什麼要這麼兇狠? 但是在奧運開始之前 我就跟戴肥友說到 啊,那就五年了 然後戴肥就回應了我一句 對啊,運動員又要博演一倍 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什麼 奧運村真的很淫亂 當他跟我說了那些奧運村淫亂傳聞之後 不是傳聞 我現在開始不相信 不是比賽之前不可以搞事嗎? 搞事不是影響運動表現的嗎? 古板事實 我不相信,我覺得不會的 但我的確就被他 冷心了一下 好奇心的拘捕一下 我就跑去上網查很多資料 是不是很豐富? 都很豐富的 我自己說的 想不想一起去做這個清潔工 做清潔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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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餓下有家室的話 試試試連射擊也好 哈哈哈哈哈 看看也好嘛 那找到什麼呢 就從這裡開始說起了 在說之前就記得訂閱一下 EG大哥仔 還有按一下那個出片鈴鐺 還有大肥LV4 心一層 原來所有的運動員都要提前一至兩個星期 就進入這個奧運村的 期間除了相關的工作人員之外 其他人等 甚至連家屬都不可以進去住 So... 那就Happy Hour了 哈哈哈 可不可以一直住在這裡等奧運完 不行 因為這次東京這個 他完了奧運之後 他整天拿來做大型社區 I mean 他自己的賽事完了之後 可不可以保持住在奧運 當然可以啦 那就必了啦 有英國運動員爆料 烏克蘭和美國的選手是最開放的 美國和烏克蘭真的不意外 波蘭也不約 只不過都很好看運動的 例如馬術、蛙艇等 那些相對上流的運動 那些選手是沒有這麼開放的 亦有曾經在奧運村住過的 日本女運動員爆料 他都爆得很詳細的 他說 日本的女運動員 因為身形比較嬌小 所以對於其他外國的運動員來說 都會比較受歡迎 因為小小顆 所以... 我不知道啦 在比賽之前的時間 為了減壓而搞事 他就已經說是見怪不怪了 即是他自己的身歷其境 他自己做過 他自己不說 但他說別人做過 他只說他所見所見 他就說運動員很大壓力 對啦 每天都在操作 沒有時間發失這個浴火 壓力 所以就唯有在奧運村一次過 5年一次的爆發 4年一次 對不起 4年一次 4年一次 但他猜不到的就是 原來比賽之後的運動員 是更加瘋狂的 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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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 剩下多少段時間 他就說 What happened in 奧運村 Stay in 奧運村 這個是真實一個運動員有說到的 What happens in 奧運村 Stay in 奧運村 通常比賽完之後 就常常會泡啊 喝酒啊那些 那個女日本運動員 他就說 哇 那些人真是超能喝的 的日文版 喝完之後呢 通常 都真是為人搞事的 根據這個 DOOT GOG的運動員有說 為什麼我要說DOOT GOG呢 就是因為我很怕 我很怕說完之後 在裡面大概有70%的選手 都是會搞事的 我相信這些沒有什麼 不會去搞DOOT GOG的人 可能會把他們當成日本人 神經病 這些我們不要亂說 哈哈 都坐在一起了 他在裡面就說 比起身形和樣貌 在裡面賺食的先決條件 就是這個運動員的等級 就是說金牌選手 又或者那些紀錄保持者 比較容易賺食 是被賺食得很重要 那個日本的女選手 就見過一個世界紀錄保持者 那她的房門口外面 是排長龍的那些女生 目測有一百人 我肯定是帶一百人 哈哈哈哈 才可以看得那麼清楚 但是我有聽過有些選手 本身她喜歡自己拿不到牌的 純粹是自在參與她而已 那國家是上來牌 但她們進去並不是拿牌 是 她們的任務 是 博爺 哈哈 就是你的選手 不是我不是選手 我是清潔公 那不只是男的紀錄保持者 那她就說自己的國家 即是日本 都有一個柔道經常拿金牌的女選手 那她就不開名了 但是大家要去查一下 應該會知道是誰的 她的房間裡面 都有長龍是男人在排隊的 我真的不明白 她排隊是 排進去被人失 被人打的 那她就說 不只是房外面 一喝醉起來 可以說是周圍都看到 包括在室外的情況 最後她就有說 有一個潛規則 就是在奧運村發生過的事 是不可以爆響口的 所以她也只能夠匿名去訪問 以上我所說的 全部都是網上找到的傳聞 真正受訪片段 即是願意出養的運動員 我放在之後 聽完傳聞之後 就看看真實的數據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就算連拿牌 也是自在形式的 就不是這樣套在這項上 在村內也禁止擁抱和握手 他們就說 不如用拍手掌 去代替其他的親密接觸行為 若然選手想去其他地方 你是不可以自己去承搭交通工具 你一定要用奧運的專車去接受 還有規定到禁止性行為 連床都是用紙來做 看你怎樣刮 這件事是天生 自然的東西 你不一定在床上做 尤其是整堆外國人 對呀 可能他們心裡想拍床 為什麼要去床 但最靈人不解的事 都是今年的東京奧運 是派發了15萬個奧運出去 只是站在你 對呀 那些人心想 你們寫到今次 那麼社交潔癖 為什麼要去費用紙呢 最後呢 他說這次的紙案派發 是讓你比賽完結 然後把紙案派發給你 brar為紀念品 這次都很像 真的 剛剛問你 喂 在日本那裡有什麼 紙案 你有看過紙案的照片嗎? 它出來之後 是有來自日本文化圖案的 那麼瘋了 這次也不算是最誇張 奧運到現在最誇張的那一年 就是2016年的巴西 奧運 整個奧運的期間 那次派了45萬個condom 全民還不夠用 反而今年減派 今年說什麼 今年是疫情關係 那不要派了 不要派又不行 這個是傳統來的 這個傳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奧運做運動就是做運動 為什麼要派condom 床上運動也是運動 但是你承自正面的 難道你國際奧運會跟大家說 因為床上運動也是運動 所以我們souvenir就是派condom 不過我沒有派的 為什麼有這個傳統 就要說回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 本來奧運是怎樣的 就是為了這個奧林匹 不是問你全名 就是要宣揚世界和平的概念 大家不要打架 我們做運動都是很激 你聽好煩 但是在那一年的奧運會開幕前一年 即是1979年的聖誕前夕 前蘇聯就出兵攻打阿富汗 違背了奧運的和平精神 那時候很多國家都拒絕去奧運去參賽 到場的只有80個代表團 但是都夠那裡的觀眾和運動員 一起開心地開派對 群情都很洶湧一下 洶湧啊 剪刀運作 有趣的地方來了 就是在那時候的奧運會 結束之後的一年 當地有很多妙齡少女 突然之間大肚子 爸爸爸爸不要不要 你和爸爸說這句的機會都沒有 而在醫院出生的BB 基本上都是混血兒 那些BB後來被人叫了名叫奧運寶寶 大家知道為什麼了 奧運和女人生他出來的 奧運寶寶的特徵 就是媽媽也是當地人 但是爸爸我也不知道是誰 白皮膚、黑皮膚、黃皮膚 什麼都有 我都很想約對奧運寶寶 嘩,我覺得你要被人公審了 國際奧委會知道了 之後當然怕我鼻孔都侮辱了 所以根據之後有記錄的數據 1988年的韓國奧運會 那次就開始派了8500個奧運 有趣的地方就是 之後的4年 在巴塞那邊搞的奧運會 變成派了5萬個奧運 還可以因為為什麼 就是不夠用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一堆 非應界的奧運選手 面對奧運派的奧運有什麼看法的問題 他們說了些什麼 嗯 那些奧運都真的奧運那麼厲害 有啦 當然有人亂搞啦 不是怎樣 你將成堆 這麼健身的二十多歲人士 我們放在一起 又沒有地方好去 所以周圍都有些化學作用 我一個都不放過 哈哈 奧運村那些搞事那些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 用你的電話 有很多app的喔 所以都真的挺容易的 Bumble Tinder Easy 說真的 我在那裡這麼久都看不到 這也挺好笑 因為他們應該都傳給所有人的嘛 就是沒有我份 一個都沒有人不要問 哇奧運村有沒有人搞事 我覺得你不應該問奧運村裡面有沒有人搞事 我覺得應該是 What happened in the 奧運村 Stay in the 奧運村 嗯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這麼瘋呢 他們也有些人說 你很有可能一生 只可以去一次奧運村 不多不少 你都會想留些回憶 瘋狂的也好 或者有些種子 好了 條片到這裡 不知道你們又怎樣看奧運村的傳說 不知道你們又想不想成為奧運村的清潔工呢 你們到底會跟影片一開始的我一樣覺得 不是 運動員在運動之前 至少在比賽之前 是不應該搞事的 還是你們都會覺得 啊 這群運動員一定卸到我媽媽不認得的 怎樣都好 我找到這些消息之後 我才更加認同 Oven的戰況 所以我好刺激一點 如果想看更多有關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訂閱EG大哥仔的頻道 記得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按下訂閱的鈴鐺 我逢星期日1、星期日4 下午5點9 出片 希望有更加多的 香港運動員 我今天下條片再見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拜拜